看看新闻榜 一举冲破旧时的禁锢 而成为新时代优雅的典范 有人说Long Sale一直以来 都散发着一种 根植于法式生活方式的 典型巴黎气质 这种法式清零的意味 优雅 纯粹 却又带着毫无顾忌 我行我素的态度 从1929年 Long Sale总部 牵制巴黎歌剧院大厦 到之后又陆续进驻了 香榭丽舍大街及卢浮宫 Long Sale始终坚持着 陪伴女性走过一条灵动之路 2012年 Long Sale来到了 有东方巴黎之称的上海 选址于极法式浪漫 和海派风情与一体的 淮海路商业街 将法式清零的内涵 是延续到了这个 东方时尚之都 这家如艺术品一般的 皮具专门店 不仅在装修风格上 与巴黎的店铺如出一辙 就连每款产品 也都以艺术品的方式 独特呈现 作为Long Sale的忠实粉丝 其微对品牌文化 可谓是相当的了解 说起自己钟爱的包款 更是滔滔不绝 法国一个性感女性 以她的原型来设计的一个包 那她其实她像 你看这个包的旁边 有流粗的部分 那其实流粗是 这两年的流行元素 没错 但她其实放在这里 有特别的意思 是这个女性的头发 就像女生很飘逸的头发 对 女生的头发 对她来说都是很重要的 除了精湛的技艺 以及上等的材料之外 这款BB包就像一位 妖娆的性感女星 不仅曲线凹凸有致 包上的各个部分 还融合了许多女性的装饰元素 这好像也是一个装饰物件 这是个头哭 就是头哭了 这是个头哭 哭在头上的感觉 就完全融合了一切 冠心的元素 秦威告诉我们 她之所以会被这个品牌所吸引 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 就是因为Long Sale包带的背后 蕴含了许多动人的爱情故事 比如著名的达利包 便是著名的画家达利 为她的妻子加拉 所专门创造的爱情手带 这一款包呢 其实它是达利在1970年的时候 给她的太太做的一封情书 但因为它是超现实主义大画家嘛 他不想用一种很单调的书写的形式 把这封情书送过去 所以他就设计了八个爱情密码 然后委托Long Sale帮他 把这个八个爱情密码做成一款包 并且同时拆向他自行车的链条 来做这款包的包链 达利自创的密码字符 是一种炽热的爱情宣言 为了让美好的故事永世流传 Long Sale便相继推出了一系列 印有这些爱情字符的包带 最有意思的一款 就要数这款让七位爱不释手的 达利的秘密的包包了 这还有一个特别神奇的地方 是我看到这个包的傻眼的地方 赶紧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对 大家可以看到这有一个锁 那为什么说它是secret 因为它真的是有一个秘密 我们可以看到这有一个钥匙 要轻轻地揭开这个爱情的谜底 来看一下 它的秘密在哪里呢 所有的女生呢 其实都有那么一块内心柔软的部分 是不想要被别人发现和知道的 那这个秘密它要深藏在哪里 就是它包的底部 底部 哇 原来这里还会有一个 按藏玄机的地方 对 它就是 上面一个正常的这个包 你是看不出来它的玄机在哪边 就所有人都不会知道 但当你遇到你心爱的人 或者是遇到你 就是你的闺蜜的时候 你可以展现给她看 女生有很多的秘密 都可以藏在这里 那所以我想问七位 如果你拥有这个包 你会在这个两个部分 放些什么东西 放我另一部手机 七位说 除了时尚的外观之外 她也非常注重包带设计的巧心思 比如这款晚宴包 就让它产生了许多微妙的情愫 每一个包都会有一些 很巧妙的设计在里面 一个镜子 这是一面镜子 补眼线或者说补唇都好 睫毛膏 而且再加上女生都知道化妆呢 如果补睫毛膏 样子很难看 就是我就不颜色 反正不好看 但是你会发现 你拿个包这样子 补的时候你是可以挡住的 看不到 对 但是补的就没有那么难看 它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 就是说这个镜子 可以用来偷看帅哥 反看后面 你看他有没有在偷看你 就可能你们的情愫 就是从这一眼的对视 从镜子里面的对视 说不定就开始了 抛开本身的实用性 和造型搭配作用 当包带被赋予了各种美好的情感和愿望 那么他们则拥有了灵魂 伴随而来的生活 自然也会多了几分滋味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